好,大家好 前面我们学习了那个对象的致命量的形式 创建对象 以及它的访问方式 除了这种方式呢 JS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什么呢 通过那个object的函数 它这个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这里啊 刷新一下 在这里呢 定义一个病量 比方说叫O 等于6一个 要加个6啊 然后这里一个函数呢 不是这样普通的 雕用是6 然后这个后面加个括号 这跟我们的加法里面是一样的 好 这个对象就创建完了 创建完了之后呢 这个对象目前里面是空的啊 当然说空也不准确 因为它会 自动的有一个这样的 比方说这些 承然啊 toString一个函数 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object的 自动给我们加的一些东西 关键是 自己怎么给 给自己刚刚创建出来 对象自己加一些东西 加一些自己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要加一个内母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那个 内母这样点 加上它的名字 XXX 这样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加 比方说 ABC 这样加上等于 ABC 然后这个写出了 O-ABC 然后等于ABC 回测 好 这是一种两种加法啊 其实就是跟属性访问方式一样 这种加法呢 除了利用在这里以外呢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我们下面向上面用致命量方式 创建的对象的话呢 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加的 比方说你要给你们加个XX 等于这样 然后P点插上的就会有了 这是这种加法 那么除了这种方式来给对象加成员以外呢 XX也提供了另外的方式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两个 就是Define Property 以及Define Property 这种方式是怎么弄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试一下 比方说我们刚才定义了一个O对象 是不是 当然P对象也可以用那个Object Define的啊 等会引试一下 比方说我们这里Object Define 很明显这个是加一个属性的 那个US的是加多个属性的 第一个参数就是你要往里面加的那个对象 比方说我想往P这个对象里面加 第二个参数就是你要加的一个属性 比方说我们刚才加了X 现在加YY 第三个参数呢 就不是仅仅仅仅仅的一个值了 它是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里面可以有一些什么成员呢 有这么几个 后面我们会专门学啊 Fenu就代表着你给这个YY这个属性 加的值是多少 比方让我们加一个100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它的那个属性的东西就是属于 你要对这个YY属性进行一些控制 在这个层面的话就叫做特性 或者allocation tripe的这种说法啊 就是属性的属性 那么我们就可以写一个 writeable 比方说我们这是个不可写的 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属性变成个纸图的 你不能修改啊 我们等我测试一下 好 P点那个YY 现在输出的话是100 我们把它改一下 比方说改成200 然后P点YY 回车 它仍然是100啊 这就是所谓的不可写啊 有的同学碰到这个地方 可能就会有所疑问 这个地方输出200是啥意思啊 意思是整行代码运行之后的结果啊 我们不用管它 是这个 而不接着的除了用这种致命量对象 可以修改用致命量创新出来对象的东西呢 它也可以用 而不借格的方式 创新出来对象 它也可以修改 比方说define properties property啊 把它调整一下 调高一点 property 我们然后我们就给那个O 创新一个对象 比方说叫做A级 然后一样的这样写法 我们就fineal 等于 比方说30岁 回车 好 那么这个Row呢就会有了A级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改了试一下 看它是情况是怎么样的 比方说300岁 啊 再访问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改成功 就发现没有改成功 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创建的时候呢 没有给 这个属性的一些特性 比方那writable呢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 我们现在只 只管这个writable啊 你没有写的这个特性的话 所有的那些 属性的特性的全部为force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这段A级呢 根本就不写的啊 不能改它的值 这是这个define property的一个用法 除了这种用的方法呢 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define properties 当然这个写下太长了 空间也不方便 我们就在软大门里面写 它是怎么弄的呢 比方说我们要给那个P这个对象 要添加两个属性 怎么弄呢 你就可以写object 的define properties 然后括号 然后在这里面呢 就是给第一个参数 就是你要给它 加的那个对象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大括号 这个大括号里面呢 你就可以加属性 比方说我们要加一个cenary 一个工资 然后呢 它的一些配置 还要加一个属性 比方说我们要加一个jinder 这样一个配置 就是这种格式 名字 冒号大括号 然后动画风格 名字 冒号大括号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要写一些什么东西呢 可以写 这里面出现的东西呢 说明一下啊 可以写上 这么几个 get set writable 然后enumerable 然后configurable figurable 这些东西啊 后面的这三个当然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分流 啊 这几个 主要是这几个 这三个呢 你就可以认为是 他那个属性的特性 控制他可不可以写啊 可不可以美纸啊 可不可以配置 是不是 知道这就行了 等我们后面要专门讲这三个的啊 好 那么你要写了之后呢 点上cenary Cenary我们写个什么呢 分流 等于 工资的话 比方说我们搞一个一千块钱 逗号 然后呢 把这个right本呢 也写一下 比方让我们搞成一个force 也是不可写的 然后jinder的话呢 我们就配一个value等于一个true 好 配置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了啊 看看效果 看看Cenary跟jinder是不是 达到我们的目的 写 然后报了一个错啊 他说不是一个 烧写的一个东西啊 property是烧写的这个玩意 再刷新一下 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p.cenary 好 这个属性就有了 然后的确是一千 可以返回 然后我们改了试一下 看能不能改成功 p.cenary 改不成功啊 说明这个right本呢 生效了 然后jinder也一样 p.jinder 是可以的啊 当然这个默认情况下 你没有给他写 那个right本这种东西的话 我们也可以试一下 jinder 等于force p.jinder 发现也改不了 是不是在默认情况就是 所有的东西是force 啊 这次就是给给他加多个 属性的一个情况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就是什么呢 请问我们不是学了个 get属性的那种创建方式吗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 创建属性 该怎么弄呢 这个玩意儿就是get生效了 就是getset生效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写一个 就是这样的东西 给他加第三个属性 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高度吧 然后大括号 这里面就写一个get 此时的话呢 就不需要什么 像刚才那样get也 还要搞个属性名 因为属性名就是这个高度 这里呢 你直接写一个函数 放个形 比方说我们return一个高度是180 这样 当然你还可以写个set set function 好 现在问题来了是不是 那么set的话 搞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不搞的话 当然你可以像上面那样 搞一个这样 变量的弄一样的 一样的我们就不掩饰它了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值输出来 vl 好 你这样保存了之后 我们在这里刷新一下 好 出来了之后 我们就测试一下那个p点高度 看一下是不是返回了1.8 然后p点高度呢 等于我们这里输任何东西都无所谓了 是不是 他就把那个34214输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get set的方式 不知道大家现在搞清楚没有 这种格式 这是define property的定义属性的方式 那么除了这种定义方式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些基本的操作 基本操作就是这么几块 那我们下节课就接着讲 谢谢大家